大家好,我是纳兰小宝 现在在坝上草原 这会儿没在,昨天天下来的 现在在围场县,县城的,这是我的家乡 汇报汇报,从上个月12号 从石家庄出发 到现在还差5天,就一个月了 就是陆续发展了,这种连营的营地 将近20个,为什么说将近20个呢? 因为有几个正在申报中 因为这个申报需要一定的时间 现在草原,包括乌兰布桶,塞寒坝,多伦,正兰旗 这四个地方已经能形成了一个闭环 有十几个营地 就是你从,你要是从,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闲聊 你要是说有章法,我也没章法 如果先,我先说啊,你从围场来 就是你从围场北下高速 这个呢,天津,北京,唐山都要走这个路 就是,基本上就是围场北下高速 下了高速以后啊,你第一天啊 你不要忙着上巴上 就第一天你不要忙着直接就去 塞寒坝啊,或者是玉岛口啊 或者乌兰布桶啊,不要那样 你直接住到围场县城 你听我说,跟你讲为什么 你基本上你在天津,北京,唐山 就那一带走呢 基本上到这就下午四五点了 有的时候甚至更晚 然后呢,你往上走 现在从围场县,就是围场县 到那个坝上呢,就是 到那个基建林厂呢 就是,就说的塞寒坝吧 是八十六公里 那个路标上飙着 这八十六公里呢 你走得走将近两多小时 就你慢慢悠悠悠悠开 然后呢,又是山路 这样呢,你住到围场县城呢 然后呢,现在咱们在那个大清烈酒 就是正好就在那个齐塞公路边上 非常大,水电庄齐全 它里面吃饭,住宿,什么都有 你先到这停一站 停一下以后呢 你四五点,三四点,你都可以停啊 它那还有一个小古城 当然也是后建的啊 就是在里面溜达溜达看看 附近转转 然后你入住下来 第二天早晨呢 你吃过早饭 你那溜达的我上走 这样呢,是最科学 我跟你说,你第一天 你早晨七八点,十了点 你从北京,从南门出发 到这就下午四五点 有的时候甚至更晚 你在茅三点四的赶到坝上 没有意义 而且第二天早晨走呢 就这八十六公里呢 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资金 包括我说的那个漂亮房子 也在这个路上 然后还有很多政府修的公共的停车场 都可以停车 不管是房车 床车自驾车都可以停 停下以后呢 景色两边的木战道 都是政府投入的 都是免费的 非常好 您就这么着 从早晨八点钟 吃完早饭呢 慢慢往上一走 很轻松很愉悦的 把这一路的景色都逛了 因为这个坝上呢 说句实话啊 你要说问他有多好玩 那也是没有什么说真的好玩的 你感受的就是蓝天白云 这种原生态的草原 还有这种气候 包括森林河流的 就是这了 你要说 有人总问我 我说宝哥 坝上有什么好玩的 我说坝上又没什么好玩的 这真的是 就是这样 你大概就是中午的时候 就能赶到呢 基本上到塞罕坝 这就是说常规的路线 到塞罕坝吃个午饭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呢 现在也不要门票 就大门票不要了 小景点的门票 这个你可以选择 想进的你就进 不想进的你就可以不进 跟原来不一样 原来你只要进了这个大门 就得要收费 现在不是 现在这些小景点 你喜欢进就进 不喜欢进就完全可以不进 所以现在还是比较人性化 推荐那个塞罕坝几个地方呢 就是说 如果是你是床车房车 你想露营呢 露营现在大帐篷不上啊 就是你住车里也没问题 现在呢 我最佳的一个点呢 是太风湖 太风湖白太没有意思 你就赶着一早一晚去 他有他那湖不是很大 但是早晚的这个光线啊 加上那湖 我拍出照片来 真的非常非常美 就说这个地方呢 也没有门 那个地方也没水 没电 也没停止场 就是大家有个光线 有地儿 都是大家停了 也都停了那个地方 别压草 基本上把卫生搞好了 也非常安全 现在啊 就说这里面 非常非常安全 也没有大型野生动物 有狼有虎的 没有 然后你得往一住 早晚 早晨 拍拍日出日落 早晨的湖面特别 因为坝上那边风还比较大 那个湖面静的时候特别漂亮 它里面呢 你像七星湖呢 就收门票了 然后还有其他几个景区 几个景点都收门票 这个呢 主要是感受这种森林 就是主要在塞汉坝那边 这是塞汉坝啊 就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但是呢 你过了 再往那边走 过了内蒙 过了那个介河 它就一条小河 就蓝河 小蓝河 蓝河源头 从那过了介河呢 就是内蒙古赤峰市的乌兰布桶 其实我给大家普及一下 乌兰布桶和红山军马场是一个地方 只是两个名字 乌兰布桶是乌兰布桶镇 它是全称是内蒙古赤峰市 科什科腾奇 乌兰布桶 苏木 就乌兰布桶苏木 孤山的嘎茶 嘎茶就是村 就是蒙语呗 然后呢 它这个地方呢 是和那个啥 和红山军马场呢 是一个地方 说我上军马场了 就上乌兰布桶了 它俩是一个 两名字是一个地方 然后在那呢 有一个叫红四方的 也是咱们签约的 这么一个联营的营地 里头它那个可以帐篷露营 都可以 这个就看大家了 你喜欢上哪去 这个里面呢 乌兰布桶草原 还是有一定的特色的 好多人说走了很多很多草原 但是呢 像乌兰布桶草原 因为它锦木 所以说比其他的这个 草要长得好 但锦木的有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你看不到牛羊 那个草原上看不到牛羊 它有点马 拍马可以 在牛羊没有 因为它那个 但是它那个里面 景区里面 修的各种木栈道 然后有大环线小环线 这个呢 你到了那个当地的那个 不论你住哪家那个酒店里头 它都有那个旅游图 你自己看看吧 这个我要跟你在这讲 也是浮疲老草的 然后呢 到了红四方 咱们这个地方叫红四方 正好就在伊甸南门呢 有这么一个自驾车营地 但是它那个营地 在树林里可以搭帐篷 我是特别喜欢搭帐篷 比方我开着房车走 我车上也带着帐篷 经常 不过我还有车顶帐篷 车上还带着普通的帐篷 遇到合适的地方 我都会搭个帐篷 比较舒服 接地气 然后那里面就是什么公主湖 蛤蟆坝特别值得一去 蛤蟆坝特别是秋天 这个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关于蛤蟆坝的历史 那个地点的照片 蛤蟆坝也有一个咱们的录营地 以后你在百度上 所有地图上搜 那兰小宝 自驾营地 就都出来了 现在已经有 就是包括五台山 包括石家庄 包括都有 现在已经很多了 我正在组网 正在努力 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它那还有个叫 其实他们当地人管的叫 葫芦脑 葫芦脑 或者叫什么的 然后其实它是叫 葫芦诺日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离公主湖特别近 然后那个离那个 盘龙峡谷也特别近 因为盘龙峡谷是开车进不去的 你得把车停在那个 就是葫芦诺日 那有营地 停在那营地 你走着去盘龙峡谷 也非常美 非常美 基本上这个乌兰不同里头 也就是这样 现在还有两处呢 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 什么呢 就是多轮的渔木川 这个地方非常美 因为你找那么多的渔树 很很难找 它那个整个 整个那个渔木川 整个都是渔树 而且说 那个康熙剿灭戈尔树 最后一场战役 就是在渔木川打的 这个大家可以查一查 我这历史也不太好 也不行 包括多轮湖啊 这都可以去 然后呢 最主要呢 最我这打造的是 最原生态的一个呢 是那个 在郑兰奇的 郑兰奇呢 好多朋友说 你发这个位置 我跟你发不了位置 我发位置你也找不到 现在去了几拨车友 到呢 找不到 只能发到那个点 人家那个牧民出来 来把你接进去 但是里头条件一般啊 里头就是这个 有水没电 人家自己的私人牧场 大概有几千亩吧 但是里面的景色 那牛羊成群 有河流 有沙漠 就那个 非常美 但是呢 现在呢 可能是低风险 这地方可以 那个疫情的这个地方 可以去 那个其他的还去不了 这个你得提前咨询啊 别跑到跑到那 那个去不了啊 那不白跑了吗 那不是造成损失了吗 所以说这个你问准了 这些地方呢 我现在出来呢 我玩了 不敢说 别人说我是大咖子 不敢这么说 但是我终究是玩了十几年了 而且我家乡又是草原 我喜欢的草原呢 是特别宁静 几乎游客比较少的地方 然后那种原生态的地方 这是我喜欢的 后来这次是因为 做这个营地的事 我去乌兰普通 塞罕巴 就近两年来 我回来几乎都不进塞罕巴 乌兰普通了 有时候到这边就会和朋友 然后呢 我几乎都是在蓝旗多了 那种 因为那边呢 还是草原的原生态 还是牧民的 真正的 纯正的这种牧民生活 这特别是带孩子过来看看 其实而且那块呢 没有任何的光污染 晚上你拍个星轨了 拍个照片了 那个看看星星了 因为他没有电嘛 没有电就没有光污染 所以是看的特别特别轻重 这个特别是适合带孩子 然后到七八月 这不是也就七月了吗 这个露营啊非常好 我更建议大家呢 你带一顶帐篷过来 这些地方呢 我联系这些地方 基本上就是都让露营 你更喜欢的说你到那 挨露个营带着孩子 可能酒店呀 你五星级都没住过 可能儒家你住过 就说这种也没什么意义 然后带着孩子 特别亲近自然 然后还有一点 到草原必须要带秋冬的衣服 我这都是昨天前天下的时候 甚至穿了我在家装过冬的衣服 都穿上了 所以说呢草原非常冷 而且现在是雨季 但是草原的雨吧 你没法说 有连阴天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 但很少 但这两天我就碰上 就连阴天 阴了两天了吧 天天下雨 但草原都是叫什么 一片云菜一片雨啊 这一片云菜过来 哗雨下来 然后就走了 你要说看草原有雨 那你看天天有雨 你要说看着你就不来 那可能也是你的损失 但是你来了 也不可能会遇到这种连阴天啊 这也有 反正总之人生百年 难忘草原 无论风里雨里 我在草原等你 我呢 这可能就大概得待到秋天 一直在这儿 因为我现在还需要开发更多的营地 我这两天我先到县城 然后我还要去寻找草原更深处 更美更美更美的地方 然后欢迎大家联系我 但是呢我这会儿呢 是实行的是会员制 这个呢 你懂 哎呀说的我还有点不好意思 你说前 咱会员制是 这好像还不让说 这好像算了 到时候你联系我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白白了 白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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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